我们再来评评理 也不可以说没给大家看 感觉要严重 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现在的教科书 高中的叫做 金门厦门皆为地名 属福建省 就这样而已 改了以后是什么 金门厦门皆为地名 前金门属台湾政府管辖 后属中国政府管辖 请问 这样有去中国吗 保姨大哥其实他这次 他这次做三项东西 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精准 你如果弄这样 台湾小孩是政客说 金门是台湾在管的 会问是中间管 这哪里错了 好 你这18个管齐 国民党的限制到自己编 你要怎么编 你还要继续讲 金门厦门同属一个中国 你要加小孩跟同学 贯出力就是中国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 在这三个做三个 第一个是精准 第二个其实是 占用我们的母亲台湾 最起码的尊重 原来很多地方 我们台湾教科书 教我们台湾人 说台湾是什么 台湾地区 我们是台湾地区的人民 我住在这里 我教他做地区 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教我们矮化 我们教科书教我们的人民 就把台湾自动矮化 这个部分把它弄掉 我们如果搞不好 变成台湾行政区 台湾行政区教这个新的 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说 我们这个教科书 把台湾不要矮化 把历史还原真确 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 有很多日子的尊重 不是站在台湾立党 比如说 美国美国二次大战 来蹦台湾 但是你如果站在对日抗战 美军怎么会来炸 中华民国的台湾呢 因为台湾是日本的 所以历史的坐标不清楚 所以他说魏满洲国 台南关新华那些 有人是当初 在日本时代 去到当初的满洲国 去二一做医生 在安山里的地方 前后他让他选择 你要去日本 还是要回到台湾 还是留在安山 他才回到台湾 现在开房子 小孩在败到一中备院 来到美国 后来变得台湾的民怨 这段历史都没人敢讲 什么叫魏满洲国 什么人的定义 就违反蒋介石都是匪 何以蒋介石的标准就是公义的 满洲国也有一段时间 很重要 那日子比中华民国 可能也不差 我刚才说到金门厦门都属于中国 都属于福建省 都属于福建省 现在的叫做接属福建省 接属福建省 这个是有 已经产生它的效果 我们的金门县县长李助锋 古年在县议会 在金门县议会施政报告 是希望金门能够成为 一国两制的事业区 是怎么办 因为都同属中国 同属福建省 所以他自己已经不知道 他是松华民国行政区的县长 他竟然要采取敌国的 这种所谓的政策 要成为一国两制的试验区 我想我就说 阿姨你干脆就宣布 让金门人公投 真的 金门人公投 因为你自己的官长 你选与做官长 官长说要成为一国两制的试验区 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试验区 你不要这样说 这样太简单了 他们现在我说 让金门人去选 让金门人去选 金门人要公投 我说台湾人要公投 金门人要公投 十几次是中国那边 我感觉 你真的感觉 你应该成为一国两制的试验区 你公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你自然就是一国两制的试验区 就不需要再来 当宣布 除了精准以外 他讲出言冒出来 像我记一个例子就好 你现在在设中国的 设中国大陆那些地理 他们都是历史 人家的生物都改了 像我们这样说内蒙古 你如果不加一个中国内蒙古 我国内蒙古 这个内蒙古跟现在蒙古共和国 到底是什么关系 因为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除了精准以外 恢复它的颜貌是最重要的 不过你现在还在设中国的地理 应该有很多 还是他们现在想得到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看的 好 现在这样变到底有什么不好 因为更清楚 请大家再看 我们来做比较 他这里这样写 现在的教科书写 马蚁公南京四人民国三十七年生于台北 OK 现在的教科书 改了以后叫 马蚁公原籍中国南京民国三十七年生于台北 这样有点清楚吗 原籍是哪里 南京四人 那么再看 对不起 再看 这里有一个叫寒寒寒寒寒本名 如果按照现在叫做 寒寒本名若元元江西省人民国三十七年出生 改了以后叫寒寒本名若元元元籍中国江西 民国三十七年生于中国北平市 民国三十七年生于中国北平市 是不是 民国三十七年生于中国北平市 我 slee纳寒一天 大 GH 我忍心